前座两个事情他已经要做 第一个事情因为 前座我是最早最早 穆斯林团教的这个地方 因为他本来就是穆斯林了 本来一定要到这个三弦四弦 这里来兴祥 要祈求金主保佑航海的成功 在林山除了有三弦四弦 这两座舍木外 丁大爷的祖坟也在这 是阿拉伯著名穆斯林詹斯丁的后裔 据了解 现今在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 主要有金 丁 马 锅 铁 黄 夏 虎等等姓氏 可见泉州在海上四路年代时 是一个族群融合的大社会 而这些历史的建政 除了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地方外 现今很多出土的文物 这收藏在海外交通室博物馆中 泉州海外交通室博物馆建于1959年 是中国唯一反映航海交通历史的 专题性博物馆 它以丰富的文物 反映了12至14世纪 泉州这个东方第一大港的发展历史 是认识泉州海上四路文化 一个重要的教育基地 之前我们不是已经拜见 如果是在以前的西兰公主 许氏银儿吗 那他有说到 在他们以前还其实都会去 释迦坑去祭拜他们的祖先 后来因为他们祖先的墓碑 都被搬来了这里 而他不得不跳出来说 他自己是世家的后代 那现在我们来到这里 就会看到你看 真的是好多世家的碑 上面都写的 祭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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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 那这一大堆都是 祭兰 世家的墓碑里面呢 你有发现到吗 这里竟然有 祭兰和公祖坟 为什么呢 这里有写到 你看上面都刻有 西兰两个字 可是呢 为什么会有和姓呢 有可能是当时啊 是王子的随从呢 他也来到了这里 他的后裔也在这里 繁衍开来 那他们的名字 不是都是好长一串吗 为了汉化下来呢 于是就取了这个和姓 在海外交通室博物馆中 有分几个不同主题的展厅 不过其中最精彩的 是泉州宗教石科陈列馆 我们现在啊 来到的是宗教石科馆哦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多好多的石科 上面呢都有这个十字架 这其实是从唐代的时候那时候传到中国这里的宗教 也就是锦教 也就是现在的天主教 不过你有发现吗 这里的十字架旁边有多了很多的装饰哦 你看这里有类似花或是一些卷云 其实都被汉化了耶 那上面呢你可能会想成十字架 也就是信奉天主教 应该是当时来这里的外国人 你看那这里上面就写了 一文为夜市墓址 所以这个墓碑呢 其实有可能是一个姓夜的汉人哦 有人来到这边很奇妙 就是整个看到种族的融合 就在这些石碑的上面哦 来 特别是这个 你看哦 它其实这里是一个大箱子对 大箱子上面呢也擦了这个十字架 特别是你有发现旁边这个人头吗 看起来不知道是天使还是以前的神明 因为它旁边的这个样式感觉很像是个天使 而它头上呢 同样也是擦了十字架很特别哦 最特别的是这个 你有发现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刚刚我们看到的碑啊 几乎都是方形的 而这个石碑呢竟然是这样 看起来有没有跟我们之前在那个清静寺看到的建筑风格很像呢 这就是阿拉伯那时候的建筑风格 也就是这个墓碑呢代表的伊斯兰教 可是你就想伊斯兰教为什么中间这个感觉很像是唐僧 那你看它旁边还有翅膀 而它手上呢也拿着十字架 那旁边的卷云呢 还有它做的这个莲花都代表着道教 所以就结合了你看外面这个伊斯兰教 佛教 还有 锦教也就是天主教 另外一个就是道教了 我一进来这里就发现这些虽然是一些仙人的墓碑啊 可是留到现在呢 却让我们见证到以前宗教融合的历史 感觉上好像是刘姥姥逛大观园哦 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 走我们再去看一下 海郊馆分两个新旧展馆 目前我们所在的是位于东湖畔的新馆 另外还有一个位在开源寺内的旧馆 名为全洲湾古船陈列馆 你看看 好大的一艘船哦 那它原本呢 其实是埋在后竹港的淤泥里面 在1974年的时候呢 被人发现给挖掘上来的 那那时候啊 其实专家呢就考证 它其实是宋代的古船哦 据说呢 现在这样啊 有23 24米长的长度哦 不知道在那时候啊 到底这样的船呢算是大船还是小船 那当初呢 除了发现这艘船以外呢 还有发现啊 上面有一些当时海上工作人员的一些日用品 磁器或是香料 都可以证明呢 这是当时的一个航海的货船 这艘宋代古船是中国迄今发现 体积最大 年代最早的海船 也证明了宋代先进的造船技术 对于海上思路文化上的考古研究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婴儿在当时挖掘出土时 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 看过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的人 一定知道书中名教的历史渊源 名教是否就如小说中所说的魔教 又是否被朱元璋给灭了 这一切的答案就在尽 在海上思路文年代 全州有佛国之称 飘洋过海的真主阿拉 乔专打扮成佛教的神秘魔尼教 来自世界各地的神秘齐聚于此 丰富精彩了全州的宗教活动 离开全州我们来到近江市 这里是我们海思之旅的 最后一个行程 东方低大港的全州 是外国商人的淘金宝地 在全州的闽南建筑中 散落着众多的历史遗迹 阿拉伯风情的清静寺 印度教雕筑的开源寺 还有世界唯一的名叫模拟光风 再加上少不了的本土神明 全州成了各路神仙停留驻足的 神仙驿站 现在要为你揭开全州宗教史上最大的秘密 就是在我后面的这栋建筑物了 大家现在一定在想奇怪 这栋建筑物看起来更传统的寺庙建筑 很像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要这边 其实呢大家应该都有看过那个金庸小说 《倚天屠龙记》 那里面的主角呢 张无尽呢 他就是明教的教主 所以在里面啊 就有记载了很多关于明教的事 现在呢 我们来到的这里呢 就是传说中明教的寺庙 也是现在中国唯一仅存明教的寺庙 当初呢 韦韦在德晋门的时候 是不是有跟大家说 有一个神秘的教派遗留下来的古今呢 其实就是这里啦 那当初啊 他其实是在唐朝的时候传入中国 最初的名字呢 叫做摩尼教 那为什么现在 好像已经没有人信奉明教了呢 走 现在呢 我们就带大家去看这个 明教的最后圣地 传说中的光明地 听说呢 当初联合国的考察 那个海上思路的专员 来到这里呢 发现了这里是整趟行程当中的大发现 走吧